不老男神林志颖一位带儿子Kimi上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 过去一年几乎缠连了一年多的微博台湾风云名人影响力榜冠军 但没想到这记录却在11月被另一位男神中断了 原来这名男神是近来因为电视剧《逢中奇缘》讨论毒暴增的彭于燕 他在剧中饰演大将军魏无忌 霸道情人的形象让他掳获不少粉丝的芳心 甚至有网友封他为国民男友 这出剧10月在内地播出后 彭于燕的微博粉丝平均每日暴涨2万 成为新一代微博男神 彭于燕进来的电影作品也都有不错的票房成绩 黄飞红之英雄《永梦》与《匆匆那年》 分别迈破1.79亿人民币 以及3.11亿人民币 而彭于燕在电影《匆匆那年》 献唱张信哲的信仰对女主角妮妮告白 也让该曲意外成为网友询问度最高的洗脑神曲 微博台湾11月风云名人影响力榜12月11日公布 彭于燕首度称冠让蝉联一年多的冠军林志颖退居第二 王力宏和林俊接着分居第三与第四名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